他在舞动的时候让人着迷,这是只属于王一博的舞台,期待他的表现 王一博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表现,在天天向上里,插不上画,不是他不愿意插,而是有主要Q流程的这一套 五个主持人强话说,那场面,想象都想死,真的定位不一样,他的化妆师也说了,不同场合,不一样的妆容,比如央视的一些装扮,素颜,板正,同比不一样的节目 自然发挥的东西和定位不一样,天天向上是吸入比较多,能让王一博学到更多个型个业或者说平时接触不到的领域 对王一博是一种学习观摩的过程,大多情况在吸收东西,偶尔互动,也是节目需要 我一直这么觉得,他跳舞是真好看,无论用没用大招,随便几个动作就能让人觉得那确实是在舞蹈 是一种享受,不像有些艺人,虽然动作很花少,跳得很激情,但完全没有那种在跳舞的感觉 有时候一个滑步我就能看上好几遍,我以前觉得是自己滤镜 后来盖住脸,还是一样觉得好看啊 记得春晚那段转身腾空跳下台阶,我看着真的担心死了 但是这次他的卡点神功终于被全国观众看到了 真的很欣慰,只希望下次跳舞的部分,可以再长一点 王一博跨年舞台表演的专业,精准,震撼的演出,完美地诠释了这个舞台 这样的综合能力,很多当红的艺人都不具备 我还记得,那天一下飞机,他都没休息直接彩排一个通宵 我真的好感动,没有谁的成功是随便得来的 他是利用所有的碎片时间来完成如此多的工作量 又能把每一次舞台呈现得这么精彩 我也是看一次激动一次,这个男人在舞动的时候容易让人着迷 多面一搏让人眼花缭乱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粉丝拍的视频,上台前他和大老师在一个类似升降机的空间 大老师在一旁放松地站着,他却一直在回忆舞蹈动作 时不时还扭动几下,台下不断练习,才会有台上的游刃有余吧 街三还在想如果一搏跳春林的伴郎舞会很好看 这么快就可以看到这么棒的舞台,果然没让人失望 舞蹈非常精彩,不得不说帅气的外表和微表情 为整个表演大大的加成,太精彩了 唯一就是觉得有点收,没有完全放开 不过,如果全开了,恐怕没几个可以站得稳了 开始看的时候真的就一个感觉,一游未尽 后来不知看了多少遍,真的有感觉,一搏说过 来街舞是来学习的,把看到的融合到自己的舞蹈中 到了晚上的舞台,真的就是他融会贯通的最新展现 我现在越来越期待他的未来了,因为他真的像海绵一样 只要给他机会,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每一支舞,都是有编舞师在辅导和训练 但你会发现一搏的舞技有编舞师的风格,也跳出了他自己的魅力 街舞就像个兴趣般,如果你没有爱,自然就是应付开始 如果你有爱那你就是赚到了,一搏,他就是赚到了 不仅看了他的伴郎舞,还看他在舞台上不断成长 一个好的舞蹈离不开编舞师和舞蹈者本身 那一场的舞蹈其实就很不错 一看编舞果然失于眼灵,再加上一搏的表现,如虎添翼 其实我能感觉到在男团时期,他的舞蹈最起码还是能和团队融为一体的 自身的风格还是很收敛了,毕竟一起搭档训练了这么多年 而现在舞台伴舞,包括近几年飞团舞台,毕竟是临时磨合 一搏个人风格太突出了,太过于出色,眼睛在他身上完全挪不开啊 眼前就像有过滤网一样,除他以外的人都过滤掉了,因为他对舞台的把控力超强 他的动作、表情,我一遍遍仔仔细细的看,太有魅力了 他确实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可能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会跳得更帅更有魅力吧 一搏和伴舞一起跳的时候,如果他们站位和服装没有明显区别时 你也会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个人是一搏,完全凭借自己的舞步和成果团的经验 让自己更突出,你会不自觉地自动聚焦到他的身上 这就是只属于他的独特魅力,让人无法抗拒,期待他在街五四的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